在網路上經常看到一夜市的廣告 商品的價格相當優惠 如果這些資訊掛在民眾常看的新聞網頁上 容易吸引民眾點閱觀看 使人上當受騙 就是那種都很便宜那種一夜市的廣告 我直覺都是詐騙 我都不會抵它 例如販賣淘氣保溫杯的廣告 不僅強調材質加容易清洗的優點 且比一般市價更為便宜 加上彩色圖片的說明 也強調貨到付款的方式 民眾通常會認為這不是詐騙廣告 基本上來講 我們在網路購物的世界當中 對於購買者跟誰買這件事要先釐清 那現在因為非常多詐騙的網站 會用錯誤的代言人 錯誤的名人照片來詐騙民眾 所以釐清這件事情很重要 在網路購物時 我們要確認訂購的網站是否為官方網址 也要去查閱刷卡消費記錄是否異常 及定期更改密碼 同時安裝防毒軟體 避免網路上的個人資料外洩 挑選這個購物網站 是應該找名牌的購物網站之外呢 也可以選擇付費的方式 可以獲到付款 或是便利商店的一種取貨付款的方式 都是非常安全 然後也可以減少風險的部分 那當然昂貴型的商品 我認為可能是店到 到店去購買 還是一個保護消費者的基本的一種態度 那有一些網站 陌生網站的話 我認為在購買前應該要三思 民眾在進行網路購物時 除了省慎挑選合格的店家外 也要謹慎留意自己的個資 培養正確媒體試讀的觀念 是我們從平常日常生活中 就要去好好學習的 以上新聞 請問為陳姿麟黃怡軒高雄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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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